儿子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他们的儿子儿媳 对不对 好好的你跟达伟哥一起 我们今年 我可以 那是以前吗 我感觉 你听我说 我可以做到什么 今年我好好的努力 好好挣钱 把电商再做好一点 然后 明年 我们就 今年我们就结婚 然后明年我好好开个公司 把公司再做大 好不好 对不对 你先坐下 你不要站着位 我不想坐 我就想好好地跟你说 我们好好把公司做起来 你想要的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你看到吗 刚刚 呃 袁姐那么支持我 然后直播间的这些叔叔阿姨 也是一样的 那么支持我们 我们带什么产品 他们都支持都买 对不对 现在11点了 陪着我们不睡觉 对不对 你突然怎么样 把人气标灯牌亮一亮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左上角 每个娘家人 把人气标灯牌花一毛钱 我们亮出来 再把点赞点到20万 给我们家小燕看一下 小燕心绝对不坏的 如果心不好 你们也不可能支持小燕 我们走到今天 对不对 如果小燕心不好 不善良的话 你们不喜欢小燕这个女儿的话 也不可能支持我们走到今天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你看 对的话打个对 家人们 是不是 你可是吗 没事 我帮你拍一下 我帮你拍一下 不用你不用拍 把花收下 你先坐下吧 你如果把我的花收下 代表你愿意跟我聊一下 对吧 这个花 你不喜欢明天我再去买你喜欢的花 好不好 你给我个面子 你至少先把鲜花收下 这不是花 我们今年我们就可以结婚对不对 你收下 先换嘛 好吧小燕 现在点赞都20万了 你说话嘛 没事 你有什么我们就说 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或者什么 没有难言之隐啊 人家还在那边等着我呢 你这样在这边 你听我说 你要什么 你可以提要求 那你喜欢他什么吗 你图他什么 对不对 感觉啊 感觉 那打伟哥给你感觉不好吗 你嫌我长得老 还是丑啊 我就是 我们两个就是 你还是觉得我 听话 我花我不给你了 好不好 听话 那你就 说呗 我们一起聊 你看直播间还有那么多人 在看我们 家人们我们把点赞都点起来 给小燕看一下 你们的干女儿干儿子 你收下我的花行吗 先 你叫你男朋友来 我们一起说 行不行 算了吧 不用了 这样子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你把你男朋友叫来 我跟她说 不用啊 好吧 现在都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 我们今天就说清 不然叔叔阿姨睡得不踏实 他们都担心我们 好不好 他们担心我们两个 所以这么晚还在看我们直播 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对不对 他们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是不是也要对 叔叔阿姨好一点 都是相互的 你有什么难言之意 你可以说 我不相信 但是我没有难言之意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你这样子 是你自己内心不愿意去承认 不愿意去相信 你走了 我怎么办 那这样子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你怎么办 你可以找更好的呀 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你把你男朋友叫过来 我们一起说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你们说好的话 打个好 叫她过来 我们一起说 帮我们点点赞 可以吗 你们觉得行不行 好不好 你打电话叫她过来 我好好说 好不好 我没有实力吗 他刚刚没看到吗 你打电话给他 你给他打 对 你给他 感谢点赞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好吧 我跟这个男的 好好说 我不闹 我就问 什么情况 你给他发信息也可以 小燕 两家人们 帮你们儿子点点赞 把点赞冲到50万 好不好 我数321 321 我们一起双击点赞 这样子我们人气更多 然后左上角 就是黄色的爱心 把你们的粉丝 灯牌和人气票 都亮出来 感谢你们 帮儿子这一次了 谢谢你们 我真的会努力的 我会比以前 更加的努力 真的 你们放心 你们看我的进步就好了 对吧 那个 小燕 我跟他事情 还没有说完 对吧 你们谈这么久了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了 你们现在还没谈完 你有事 你可以先去忙 我没事 对 我对 把小燕带着 你想回去吗 小燕 时间也不早了 都快 都11点过了 我问你 你说话 我听你的 小燕 你说吗 11点过 我们直播间 还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在陪着我们 是不是 嗯 好吧 那你想怎么忙 你想你要什么吗 还是想干嘛 我想跟你好好在一起 他是谁吗 你跟我说实话 你觉得你当着他的面 说这句话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 你说吗 他是谁吗 到底 不是他男朋友 你到底什么意思 纠缠 对啊 我都跟你说了 好多遍了 你有什么实力来 以后来 然后 全影 你到底说实力 是什么意思 啊 你 你每天直播 你直播 你挣几个钱 我直播 挣不到什么钱 但是 是靠我自己 努力 我在工作 每天你有多少人看吗 我现在直播间 五千多个人 我的 叔叔阿姨 支持我 一直支持我的人 都在我直播间 有五千多个叔叔 阿姨够个钱 他们只能看着吧 就测个数吧 他们都是我的粉丝 都支持我 现在我直播间 点赞有三十多万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你收入从哪里来 我收入 我收入 我可以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 你带货 你挣几个钱 我 能挣几个钱 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努力 我在努力给小燕 你 一千块钱责到不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对吧 一千块钱 我能挣到 我今晚也 刚刚 我元姐很支持我 那你是做什么 我没看到 但是 你没证明你跟我看 那你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地产公司 地产公司 小燕 嗯 你就想跟一个 做地产公司的 在一起吗 也没什么不好呀 嗯 小燕 你跟我一起 你跟我一起 直播 我说也没什么不好 那我让叔叔阿姨看一下你男朋友行不行 他们想看 对吧 看一下他哪里比我好到底是 我哪里就是不如你这个男朋友 对吧 给他们都看一下 我觉得 不方便他 敢吗 什么 你敢让我直播电影的人看一下你吗 凭什么让他们看我 看一下你优秀 他在你面上 看一下你优秀 还是我优秀 你优秀 你怎么优秀 你证明我会看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 对不对 那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你让我凭什么 你让他们看一看 他有什么资格让我出面看 看我 对啊 你低产公司的 你又不缺女朋友 你跑来挖别人墙角 你觉得有意思吗 挖别人墙角 对啊 小燕他已经和你分手了 他跟我在一起 比你和你在一起 幸福很多 我会加倍对他很 你会加倍对他好 我也能对他好 对吧 你拿什么来对他好 我拿什么对他好 他是我从农村一手带出来的 没有我 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慢慢和他走到今天 对不对 我直播间的粉丝 见证了一年多 我们走到现在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小燕 现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小燕 你既然今天来了 你坐在我 这个位置 我直播间有那么多叔叔阿姨 看着 行吗 你坐在这 他们说你完全不想和我一起 我不相信 你坐下 你说 对吧 小燕 你说嘛 现在这么晚了 那么多叔叔阿姨陪着我们 他们在那边也担心 你说 叔叔阿姨们好 对啊 你也是 你还是尊重他们的 对不对 你这个所谓的 男朋友 我也不知道 你从哪里来的 小燕 好不好 你说嘛 你回去了 要不 今晚小燕跟我 我还有话要跟他说 你对了 说 我不放心 算了吧 叔叔阿姨们 就不让他留面了 因为他 公司有点不方便 因为 有啥不方便呢 又不是很大明星 啥子 对吧 咱们说话就好好说 大家都好好说 多大的明星啊 不方便 小燕 我感觉回不去了 你们不要再打 回来吧 回来吧 来 当时你 你把这个 收下 这个元姐让我给你的 你收下 不用了 我刚刚跟你说好了 已经 你都说不给了 你都发后面了 来 听话 你先拿着呗 好吧 感谢兄弟送来的女朋友 你先拿着呗 好吧 只不见那么多人 你得小燕送过花吗 我送过 在哪里啊 我咋没看到 是要你看的 小燕她给你送过花吗 谢谢关注叔叔阿姨们 小燕 她给你送过花吗 送过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 我也给她买了点车 你给她买了辆车吗 对 你们什么时候 你不管什么时候 你养不起她 什么车吗 你不管吗 我给她买了 我四斤 是吗 小燕 你刚拿叫叫 你拿叫叫就是这个人呀 小燕 你直播间想让我 路面 可以啊 只要你 你能卖了三十万 我就马上路面 给你直播间 你看 我做不到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所以你就没能力 所以你 你就是 你就是 一个小主播 我是小主 我是小主播 但是我一直在 小燕 我问你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跟大哥说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 就是我离开那段时间 怎么认识的 你表姐介绍的吗 我问你 你跟大哥说吗 不是呀 我自己认识的呀 一开始上游大干嘛 我换呢 听我的 听我的 啊 拿着 快点 你拿不拿 不用吧 你收下 你先 好吧 这是我的心意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 你知不知道 我作为朋友 我也可以送你花吧 对的话打个对 说说阿姨哥姐 我作为朋友 我也可以送小燕鲜花 没错吧 对不对 对不对啊 我作为朋友 我送你一束花 那也没关系啊 是不是 你就拿着 给我一个面子 给直播间这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一个面子 他们都看着呢 你给我一个面子 然后我再跟你的这个男朋友说 你先收着 你不收 我今天就一直这样 我们都别走 那你说了只是朋友 你说的朋友哈 你说的朋友送花呀 我拿着 拿着 快点等一下 我玩小孩 小燕收下了 谢谢 那只是 我怕你怪小燕鲜 你说嘛 你 你敢不敢露面吗 来 来我直播间 我们一起 给他们看一下 对不对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小燕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资格去见我 他们只是想看一下你 是不是有那么优秀 对吧 你怎么跟我看 你一直就这样想 我心里怎么想 你心里怎么想关我们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对啊 你就像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小燕 你不是她 女朋友对吧 说话 现在是呀 你敢露面吗 我会露面露面 除非你证明我看就行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我直播间的家人都在支持我 那你觉得不配合想要在一起 我告诉你 我问你 你觉得我一天能挣多少钱 随便一段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你觉得 几千万也得难吧 我现在七千多个支持我的粉丝 每个人买我一样东西 进来看看吧 看你 你到底是谁啊 你不管我是谁 小燕 她到底是谁 你跟我说实话 她的身份 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呢 你要让我怎么证明吗 怎样你才相信呢 怎样你才相信呢 那你走吧 你确定你要走吗 你想让我来就来 走又让我走 你那你就和我一起 对吧 说实话 说实话 一哥哥 行吗 小燕你说话 走我送你回去 坐我车 不用我可以 没有车 走 我送你我们去吃点小燕 你这个小燕 我问你什么意思 我开了车 走吧 走 我都不走 你们两个不要吵 真的是 走 你干嘛 走 要走你们俩自己走 我不走了行了吧 你们俩去吵 走小燕 你不要再纠缠小燕 走 我带你去吃点夜宵 走 走 我不去 我们去吃点夜宵 走 听达伟哥的 收给我 我不去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知道吧 你对我来说 我也不在乎你 多有米 或者怎么样 跟我没有关系 是跟你没关系 你现在小燕 他才能死 你也是 这个 大大产 小燕 问他 嗯 我是他男朋友 男朋友 你也不敢露面啊 对不对 我为什么也露面啊 嗯 想看吗 叔叔阿姨哥哥姐 我没经过允许 我不露 如果他敢 经过允许 我绝对给你们看 对吧 嗯 看我就去问我隐私 快十二点 除非你证明给我看 我要怎么证明给你看 你现在 你不是在 我告诉你 我一分钟 我可以卖一两个W 你行吗 你马上 你只要卖到了 我马上露面 我 我卖到了 你就马上露面 对 确定 确定 你卖不到怎么说 卖不到 我让小燕 跟你走 好 我等你 确定 确定 你们说呢 叔叔阿姨哥哥姐 你们说呢 因为太晚了 因为太晚了 我也不想让你们担心 要不算了吧 要不算了吧 我不想让你们支持我 支持达尾 因为你们今晚支持我的已经够多了 真的 已经够多了 我不想让你们为难 下次吧 算了 你确定吗 确定 我先 就是如果我做到了 你做到我就马上留命 因为你做不到 我马上带小燕 你永远见不见他 小燕 行吗 你觉得 可 可不可以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你们说 儿子给你们东西 我 相当于 我自己 仓库的东西 我大不了 我就赔米 给你们 就好了 行不行 你说个 数字 两个 你记得他 这那个 二十万吗 哦 我做不到 那算了 做不到 我不需要给你 你听我说 这样子 我不需要给你看 直播间 支持我的叔叔阿姨 扣个一 直播间 支持我的叔叔阿姨 扣个一 我不需要证明给他看 他啥也不算 不值得 凭什么 我要让我的粉丝 给我买单 然后来证明 你要露面 你多大个面子 多大面子 对的话打个对 对的话打个对 他们有什么 这个也要看我呢 哼 我不需要 祝你 祝你 跟我上 随便上个东西来 你看好了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做到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会给 直播间所有的人 都看 祝你把我的茶拿过来 你看着就好了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随便给大家送个福利好不好 知道这个是什么的 打赛公平 相当于是我请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 我就为了给他看一下 这个数据 等一下我也会让所有人看到 我电脑的大